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连那个门都还没看到 很外面的地方就有两个人在门口说 来看看疫苗接种证明 我愣了一下 我说什么 他说Proof of vaccination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好像隐约有说什么旧金山现在要规定 但是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事 就没有特别注意 真的就是要看 好了 那我们就找啊 有些人就没有还从家里照相来啊 还好我有登记就是在那个app 还有网站上我有登记 我就给他看了一下 我所登记的就打过的疫苗 然后才放行进去 我顺便问了一下 我说那如果我只有PCR或者是antigen的 那个测试的就是阴性的可不可以 他说我们这里不行 我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哇 我就想这个很厉害了 好 那看完了这个秀以后呢 走上吃个饭吧 去个餐馆 进去还没有走进门 马上一个人打在前面说 有没有这个接种疫苗证明 我说哇 又来一次 他说哎 不过这个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接种的话可以到里面去 没有接种的话就坐在外面 哇 真的是 现在啊 我想因为这个Delta病毒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必须要采一个比较高标准的防疫的措施 那有些国家是我们所熟悉的地方 就是采取继续的隔离 继续的封城 继续的大规模检测等等的方式 但是美国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 还有以色列等等 采用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是吧 但是呢就 我觉得 我也不是在维言耸听啦 我觉得你看数据就知道 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呢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效的 就是说死亡率和ICU的重症的比例 的确是比以前要低 但是有一方面是 还至少不知道是多有效 至少看不太出来说特别有效 就是感染和传染 就打过疫苗的人一样会被感染 一样会传染给别人 因此就造成了目前的一个 有一点点的恐慌 有一部分的人是特别的恐慌 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这些 有孩子在学校的家长 那我们孩子比较大还好 至少他们有接种过 所以这个几率就小一点 如果你是有很小的小孩的话 那你孩子在学校染上的几率 其实并不低 而且他回来就会带给父母们 所以呢 讲了半天 有这么多的 这个新的发展在我们面前 真的是很难理出个头绪来 不晓得你们两位觉得如何 我想要理出头绪 在这历史上第一次 这样子大规模迅速 在全球还这些新的变种 连这个字母都在想说 以后还有多少个 这个当然是人类社会第一次 从这个眼光来讲 你说好多答案无解 或者大家没有办法同意 我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 那这一年半 从居家币一年半到现在 那的确也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策略 中国台湾基本上是零容忍政策 不过呢 就值得看一看 他们的锁国可以锁多久 那同样到底美国呢 基本上是共存对吧 共存策略 共存策略 当然好处是大家 生活上受的限制少一点 但实际上负上的代价 也还挺混乱的 这个大家也知道 那么疫苗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鼓励建议提醒观众朋友 能够能够影响正面的影响 在尊重的前提下 正面的影响 还没有打的人呢 为了他们自己保护 还是打会比较好 那么 当然了 这个在这个关东有很多地方也是插枪走火 比如说在白宫的总统就直接公开就批评 这几千万还没打的 说他们就会 就会引起这个社会 这些疫苗 同时也会影响传染给这些打的 我想他是一时心急 这个 因为保护 打了疫苗的百姓的 不是让 这些没打的人 别接近他 而是疫苗不是吗 因为疫苗不就是来保护的吗 所以打了之后 其实照道理就比较好 重点是那没打的人是对自己 其实就很大的威胁 这个是大家知道 只是 就是比较不幸 大部分 没打的人 他有很多的顾虑 很多的想法 所以在我们这个 民主宪法的社会 其实也 至少目前看来也并不是很清楚说 在这件事上 任何一个机构 政府 国会 或者是司法体系说 你非打不可 现在好像也不到这个地步 这点就是当然 美中 还有美台这些 国情不同之处 但总而言之 其实 要是可能 我们当然 像我们一贯的呼吁 还是 还是赶快打了吧 因为 Delta 真不是 开玩笑的 它的双变种 其中有一个是 低空飞过你的免疫系统 直接入侵你的肺部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 所以我想 这确实也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当然了 这个现在学校 也是很头痛 因为孩子们不打 当然老师是可以打 可是是不是 就等于是在这些 孩童当中 是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传染的程度 就带回家中 都是非常 非常 令人担心 可是也很难有一个 完全的一致的划分 当然我也听过一个 一个 其实 也是事实的 他说其实 进餐厅的时候 戴的口罩 其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戴了 想想看 因为你进去戴的 坐下来之后 好像 似乎是病毒就知道 你坐下来 他就不吵你麻烦了 就把口罩拿下来 就喝茶聊天 讲话 那是一桌四个人 六个人 距离绝对不到 绝对没多远 然后似乎病毒 这个时候也很明白 你吃中饭吃晚饭 他必须要休工 那然后 最后讲完这吃个甜点 大家谈完茶 又换后之后 好 准备 准备我们 出餐馆 再把它带起来 大家都这样做 这个其实也是 挺可笑的 不过这样讲 其实不是说是不该带 而是说 可见得 好多 好多 这些啊 你要真讲到一个 大家都心服口服 有证据 我看真是很困难 因为就是说 能够在彼此尊重 尽量支持的状况下 能够做一些 让大家看得心安的 也是一份心意吧 我们这个节目 谈论疫情 真的也快两年多了 快两年了 这个每一周 仍然有很多 让我们觉得 之前 好像还是很无知的东西 出来啊 无论是说数据也好 这个人的社会 因为疫情 所导致的问题也好 以及说社会 不同的观念的人 怎么去应对 这样的变化也好 很多让我们 跌破眼镜的事情 从科学角度来讲 我觉得说 科学的态度 应该是说 始终对已经 建立好的一些东西的 持续的检视 对吧 你得不断地去修正 然后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很有效呢 也许是不是应该 再查一查 之前的认知 可能都是错的 我就看到说 最近今天的新闻 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息吧 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FDA 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 他们不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panel吗 就是说 委员会吧 一些专家呢 关于这个booster shot 就是这个第三针的这种 接种的这种加强针 今天有一个投票吧 他们基本上的意见 就是说65岁和65岁以上的 存在一些比较脆弱的 一些身体状况呢 现在正式批准 他们是可以开始 打这个加强针了 但是暂时这个加强针的 施打范围呢 还只限于这样的一个群体 就是他们还没有 足够多的数据和这个证实 证实就是说 加强针应该推广到 更广泛的人群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客观的态度 我也知道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 确实是年龄比较大的 他们已经开始打了 我们也真心希望 这个东西对他们产生了 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保护 但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说前几天 白宫的一个发布会上 白宫的发言人 这个Saki女士 被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联邦政府其实接管了 关于抗生素的这种分配 是用于 得到病毒之后 有一些比较 complication 这种叫并发症的时候 用抗生素 实际上那是救命的一个物资 对吧 现在以前可能是相对来说 分散管理的 但现在联邦把这个事情管起来了 那管起来联邦 要面对第一个问题 就是分配问题嘛 对吧 那底下有记者就说 我们听说呢 你这个白宫 这个联邦层面分配的时候 对佛州哈 有一点点 不不没有给够 那意思就是 你你给了其他很多地方 但是佛州 为什么不给他 他应该得到的量呢 那白宫当然支支吾吾就过去了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 我不希望这个事情 是被政治化的一个结果 众所周知 就是佛州的这个 现在的州长 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新星嘛 是吧 他有可能会未来去 往这个总统的竞选的方向 大选去发展 那他在这个主政的这些去年 包括今年 很大的一个观念 或者倡导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大家自己来管理自己 是吧 我也不希望说学校强制的去让小孩 戴口罩 如果家长觉得愿意 你们学校自己有一个共识 你们戴 但是我不打算在这个州的层面 去mandate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当然就被政治化的 一方面是很厉害 但是你说 当然我们也 另外一边也会说 你这个佛州的州长 也在政治化这个事情嘛 不管怎么样吧 确实是佛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疫情实际上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他这个死亡率是死亡人数是真的是蛮高的 他们佛州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日均 现在七天平均是363人 日均300多人死亡 已经占到整个美国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说明是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令人觉得担心的地方 但同时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啊 就是再一次让我们跌破眼镜的 比如说纽约最近有一个叫MET的Gala 这样的一个化妆舞会 或者反正是欢庆的一个场面嘛 那民主党的这个最网红型的这个小将 AOC纽约的国会议员 穿着一个燕尾裙 长长的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白色的 然后上头写着几个红字 首先那个字写的是歪歪扭扭的 然后红字在白的衣服上 当然显得更加有一种革命要流血的这种感觉啊 字体是这样的 tax the rich 家富人的税啊 是吧 然后我倒觉得说 ok在这样的场合 政治化一个做一个政治怎么说statement 这纯粹就是一个完全政治化的表达 不一定特别的应该受欢迎吧 但是同时让我最生气的是说看到这个gayla上这些名流们啊 不戴口罩啊 至少就是AOC是全程没有戴口罩 但我想到说我的孩子那么小 在教室里头上课啊 他们明明就已经是一个小的social bubble了啊 还得天天的七八个小时戴着口罩上课 我真心觉得这个口罩对这个小孩的这种 肺部能够摄入的这个养分 感到很担心 如果你AOC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我的孩子还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像这个旧金山的市长 这两天也爆出来 他在一个酒吧里头 大家真的很嗨啊 喝的酒弹的吉他 抽的烟 没有人戴口罩 这是市长参与的一个场面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 甚至说懒得都跟大家演 有一个镜头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活动 政治活动 政治集会 发言人和他周边的幕僚和他的支持者 站了几十个人在一块 大家知道直播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戴口罩 谈笑风声啊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幕僚 可能告诉他说直播时间准备开始了 然后所有的大家赶快分配口罩迅速戴上 这是一个整个社会变得如此虚伪 这个我觉得比疫情还要糟糕的事情 就我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就这样 在日光之下这么明目张胆的就发生 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欺骗别人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是疫情让我觉得看不懂的地方 我今天可能就是again就是renting的部分比较多 可是需要你讲的这个的确是没有错 因为在美国戴口罩这件事 不要说在美国在西方世界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从台湾来的亲戚呢 再住两个月 这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 而且这还在加州 这不是在别的州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常超恨戴口罩的 因为在台湾 不要说这个疫情前或者是SAR之前 甚至是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到有人感冒了戴上口罩 或者在人很多地方 或者在公交上面戴口罩 这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的亲戚 你们那个美国那个夏天什么夏天 晚上还冷尿命穿外套 又这么干燥 你有什么理由不戴口罩不舒服 对不对 他说美国人对这个口罩真的是 有极大的一个反感 我觉得完全就像刚才学长所讲 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在某些时候 某些地方某些场景下面 你戴口罩实在是 包括我也很认为 就是说那个小小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control 这个control这两个字可能难听 但是你很容易bubble这个小孩 又不是像我小孩开车到处跑 他每天你就接受同个地方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不但是就是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全部给我戴上 然后而且呢 在有些场合你也是觉得 就像徐兰刚刚说的 每个人走进去的时候 戴得好好的 一下来拿杯酒来全部摘下来 完全没有用对不对 所以就说美国真的很光荣的 说咱们美国已经进入了后疫情生活时代 为什么呢这个以后的生活就天天在那边戴还不戴 戴还不戴 这个讲就这样讲有点有点难听啊 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 好那接下来呢 口罩还是小事啊 真正我觉得造成很大的这个争议的 还是我回到刚开始讲那个 就是你进到任何地方戴这个疫苗卡这个概念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但是时日可待 为什么呢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疫苗卡这个概念啊 现在啊就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你只要能够秀他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需要那个CDC的卡 什么网站上登记的啦 什么Sanacara County有一个记录啦 就拿个手机看只要名字一样就行了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条就是 海关发现了大量的空白的卡 从某国运来 然后还有要运去某国 我说这个奇怪了 这个为什么会有两双向 这个贸易 这个国际贸易实在是一个 令人觉得非常惊奇的事情啊 那但是哦原来是这样 就是说有些地方他是需要这个卡 要要他是某国做的 但是那个国的人呢 他需要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有那个卡 你自己填一填啊 对不对 很好用啊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推护照这个概念的人 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个统一的平台 让打过护照的人很容易的 经过一个authenticated认证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我有打就像是一本护照 你看这个是政府发的 有那个这个印啦 有那个雷射防尾啦 什么这一类的 或者有个电子条码啦 你可以随时跟政府确认 对不对 但是啊 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愿意牺牲 人的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吗 就是说你比如就好像有点像是 我们刚才讲口诈 就是说我不管你 反正就是我打就是了 你不打你就是失去这些权益 你的孩子不打 你就不要来上学 基本上还是说我们还是要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在尊重个人自由的条件 这个大前提之下 然后来推行 类似印马护照的 就让某些场合 某些情况下的某些fulnerable 比较有高风险的人得到保护呢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专家现在一定在研究 的确刚才大伟讲 这每一项其实都会在我们社会当中 一刀切两半 然后引起很多争议 这本身也确实都是大家得 得学习怎么样的彼此接受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不管刚才提到的打不打疫苗 或者打不打booster第三针 还是护照 疫苗的护照 还有刚才大伟讲到 几乎每一项 确实因为一刀切下去 大家怎么样来彼此的来 共同继续组成这么一个社会 我想确实是大家 这一辈子可能以前也不需要这样子的功课 以后会继续重出不穷 这个确实 但同时还有好多生活层面 也都是跟以前很难想象 比如说以现在的工作的 回办公室 还有打不打疫苗 本来都是道德劝说 但现在拜登也说 现在耐心比较少 所以就是直接喊话 叫大家一起来打 那也同时又授权 或者是鼓励企业界 100人以上的公司 就可以给他的员工 要不然就让你每周检测 这还算不错 你起码有个选项 可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注意到 有些硅谷的公司 他就开始动作比较快了 至少有一家 这家公司也是非常有名 他基本上就是说 反正你到11月某个时间 你就是得打疫苗 不然我们公司就不再雇你了 这个最后这句话就很严重了 当然以劳工法来讲 其实至少在加州呢 是employed will 就是我雇佣你 是因为我们的决定 那不雇佣你 也是我们的决定 ed will 我不需要解释 说是因为你绩效不好 我怎么知道你绩效不好 或者怎么回事 都不需要 employed will 既然是employed will的话 当然他如果你说 好的他就说 你反正在我们这上班 你就是某几月几号前要打 他认为他可能是适合这样 你确定他找过他的劳工法 人是专家或者是律师 但是我们也确定 只是看大家是不是要去挑战这件事 那另外一间公司呢 其实也是美国最老牌的 这个也有自己的制造厂商 是应该是整个 整个这个晶片产届 是属于这种龙头型的公司 对不对 他的话就比较人道 他们是说 那个每个员工打的话 我就给你250块钱 奖励鼓励一下 那这也不错了 我算一算 随便这么一句话 刚才就几千万美金就没了 这样子 那这不就是不错的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就有不同的这些方式 不过毫无疑问 回办公司上班的时间 又往后延了 因为我们在年中就知道说 不会是7月 到7月就知道不会是9月 现在9月了 我们知道不会是11月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公司 都是已经 要不然就是说再决定 要不然就是说到明年初 所以这个大概是也已经确定 所以呢 看得出这个经济的恢复 成长是开始减缓 当然 通货膨胀 短期内也开始有点降低 但是又开始有想说 这成长就这样子开始挣扎 难怪联准局他本来想说 那我就每个月去买公寨 能够将这些货币 能够放到市场上 本来想说 那恐怕他得收了吧 现在也想说 现在经济成长有点减缓 他就觉得可能可以久一点 所以经济成长本来是一个 大家觉得好像有点令人担心 但是一听到联准局 他这个继续买公寨 心情又高兴 这个坏消息呢 又变成一个好消息 所以很多吊诡的事 都在继续发生 我想 当然我们是得继续关注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如果可能 当然还是继续提醒大家 鼓励身边的朋友 把自己该做的疫苗 如果可以愿意打的话 还有口罩 这样子总是对自己 比较有点保护是吧 谢谢两位在疫情上的 继续我们的分享 我觉得刚才Jerry的提醒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 我们应该负起来 自己应付的个人责任 其次考虑就是说 自己行为可能会引发的 外部性的问题 比如说 我是不是会成为一个 新的传染源呢 对吧 这个事情当然说 关于你要不要打疫苗 疫苗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其实当然这是一个 还在大家争论 没有共识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说 最坏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永远带着一个固定的眼光 去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 或者根据自己的有限的认知去死 反正就是这样了 我就我也不听其他东西 我也不看其他的东西 只是说这个时代说 对我们最大挑战就是看什么 是吧 因为信息太乱了 然后声音太多了 媒体当然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其实觉得说 确实我们大部分看到的那个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我举两个例子 大家可能 美国有一个说唱乐的一个女歌手 是一个黑人 他体型也非常的特别 他叫这个Nikki Minaj 这个非常有名 也是一个非常liberal的一个明星 明星 黑人说唱乐 你想想怎么可能 他不是一个自由派人呢 但是他最近 因为有推特 他这个人有几千万的人follow他 所以他说了个什么呢 他说我就反对打疫苗 因为我就有个custom 我有个表兄弟 然后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他这个私处呢 他有发言了 你说他的这个话 需不需要相信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会去 根据自己做出来一个判断 但这个事情为什么 也能成为新闻 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MSNBC 这也是左赢的相当左的主流媒体 有一个也是黑人的女主持 也非常有名 叫Joy Raid 这个Joy Raid在这个川普当年志向 川普当时也是为了这个提高自己的政治的 这个或者说受欢迎程度 不是早早的搞出来疫苗了吗 Joy Raid当时在他的节目里说 我不能相信川普治下了一套搞出来的疫苗 这个我是坚决不打的 好吗 今天呢 轮到他来去嘲笑我刚才讲的这个女戳上歌手了 说这是 It is a teachable moment 这个需要去去给大家教育教育 然后讲说 现在GOP 他当然是党派很明显 就说共和党呢 是一群他原话怎么说的 叫Covid Death Cult 就是共和党就是一帮就是希望死在疫情里头的一个邪教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流媒体的Rhetoric 所以我觉得有效的信息 我们要听没效的东西 我们嘲笑嘲笑他 当成个泛于佐料 就算了 但是这个认知我们不应该去 停在这儿 请继续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还会在这个疫情的上头 给大家更多的新的update 还有我们的个人的一些意见 再见